ippo 哈囉 你好 我是來自 今天要來拍開箱 要拍MSI的電競周邊 之前跟MSI的人出去啊 他們就拿了一些禮物來送我 這些東西像滑鼠墊 然後小玩偶 跟鑰匙圈 衣服 積木 然後就是 掛飾 掛在電腦上面的 還有包含後面這個 大的布偶 和 這個 電競抱枕 呵呵 抱枕都有電競的 這些東西都會送給各位 如果想要這些東西 記得到粉絲團上面按讚 然後我會公佈活動訊息在粉絲團上面 不過今天主要是要開他們旗艦的鍵盤、耳機跟滑鼠 當然!這就是今天要開箱的MSI旗艦電競周邊 在開箱之前要先溝通一下 不是溝通啦,就是先講一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今天這個不是工商喔 這就是人家拿了一套給我玩 然後他也沒有說一定要做影片或幹嘛 就我只是覺得說 就拿了好像也蠻貴的東西 就開來看一看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反正也不是工商嘛 那就只是做一個微開箱 所以他不會有什麼太嚴謹的測試 或是拿到電腦上用 然後我也就忠實的來反映一下我的想法 現在的電競周邊阿 因為主打年輕人的市場 然後他們就很喜歡做那些 很炫炮、很嚇怕的設計 就是滑鼠、鍵盤、耳機都會有燈光 當然這一套也有 不過因為我自己阿 就是沒有那麼注意外表 然後我對這些有燈光這種事情 其實我也沒有很在意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有沒有燈光我是沒差的 不過因為最近收到幾支鍵盤 其實都是有燈光 應該是現在的主流 不過因為我自己在睡覺的時候 我是不關電腦的 所以睡覺的時候有一個燈在那邊閃 我其實是有點困擾啦 不過因為它本來就有一個叫做 Gaming Center 然後可以控制那個燈光 然後一個程式直接控制滑鼠、鍵盤跟耳機 所以如果害怕燈光的人應該是不用感到困擾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鍵盤 因為這個我之前已經拆開來看了 我就直接拿出來 還滿懷念以前的年代阿 以前一支鍵盤也是機械式鍵盤399 打下去啪啪啪啪的也滿爽的 然後現在動輒一支鍵盤都要三五千塊 不過以前的機械式鍵盤 聽說是假的機械式 它只是模擬那個機械軸 然後一樣是貼模的 現在的機械式鍵盤就是真的 真的機械式鍵盤 然後這一個因為我已經打開來看 我懶得猜阿 我就直接用講了 它是用德國Cherry的紅軸 而且按起來的感覺 就是說真的它是按起來還滿爽的 因為對一些文字工作者來講阿 鍵盤好不好按這件事情 會很影響你整個工作效率跟工作意願 像是之前在寫雜誌 現在在寫腳本都是 那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很懂 我就大概講一下 我自己阿 對這些東西其實 其實沒有太大的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好按跟好用 我是比較實際派的 那這個鍵盤按起來是真的滿爽的 這邊有一個分接的Hub 跟兩個USB 穩定供電 這個東西阿有個滿特別的會講一下 就是它這個靠手 它這個靠手很有質感 而且很重 它是金屬製的 它跟一般鍵盤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般鍵盤阿 它這個接縫的地方 它一定要有個卡榫靠上去 這個不用 它就只是給你一個靠手 你不用一定要接在哪裡 那這樣有個好處是 如果它原本接的位置跟角度 不是你喜歡的 你可以自己往後靠 這樣子還不錯 不過我自己是很少在用這個靠手 而且它這個靠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是 它後面這個鍵帽的地方阿 可以用這個做收納 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找盒子 把這些鍵帽收起來 你可以講 把鍵帽藏在裡面 要用的時候 或要換的時候再拿出來 不過設計上有個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它這個拔鍵器阿 這拔鍵器 我是覺得蠻好用的 有時候要清理鍵盤的時候會用到 不過它這個拔鍵器沒有辦法 收在這個後面 或許可以收啦 只是我沒有找到方法 如果可以把這個拔鍵器收在裡面 我覺得會不錯 接著來講耳機 耳機GH70 這隻耳機厲害的地方是 它是7.1聲道 我還沒有用過這麼高級的東西 它這個耳機阿 包覆感其實不錯 這邊這樣可以看 它這個做的蠻深的 然後炫砲的光彩顏色阿 會從外側這邊露出來 然後耳掛這邊阿 是純金屬 感覺非常有質感 然後我有試用了一下 它聲音是真的有差 因為我之前原本用的耳機是 大概1000出頭的耳機 就是比較初階的 所以聽起來聲音差其實蠻多 那跟那種耳塞式的當然就更不能比阿 就是這個真的是好很多 然後它這邊 它有一個遙控器 它可以做7.1聲道的切換 然後也有聲音大小 不過就我自己個人而言 因為我桌上的 桌上的線實在太多 還有PS4手把的線阿 然後兩台電腦加麥克風 跟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多了一個這一個 然後它這個好像是不能拆的 所以我會覺得桌上的東西更多了 會希望它可以做得更小一點 或是直接用程式控制 不過這既然都已經在上面了 也沒有辦法 然後它的麥克風這個是可以伸縮 而且它還可以調角度 然後如果不用的話 可以再收進去 這個我是覺得還蠻親切的阿 有機會要拍影片的話 說不定可以 試試看用它們的麥克風 因為我現在的麥克風收音實在太好了 導致我到半夜爬起來錄影 好接著我們來看滑鼠 滑鼠 這要怎麼唸阿 Crooch Crooch GM70 這隻滑鼠阿 拉近一點 這隻滑鼠阿 我個人看了一下我蠻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目前用的滑鼠阿 它不是電競滑鼠 然後有一些朋友來 我家可能玩鬥症或玩什麼 他們表示我滑鼠超級爛 可是因為我的滑鼠主要是拿來剪片 它其實是聚集滑鼠 而且事實上我知道我用的那隻滑鼠 它還有專門寫作弊 無後座的腳本 它是專門在做腳本滑鼠 不過我自己是剪片跟打電動都同一支 因為你有聚集阿 你可以做一些很重複性的東西 例如說 你要貼什麼影格 然後做什麼特效 你可以單件完成 事實上 它在剪片上是可以滿省時間 然後以前在寫雜誌阿 然後大家喜歡看那個表格去比較 哪個職業要幹嘛要幹嘛 用那個東西做表格或是調字體大小阿 會很快 所以就一直用那一隻滑鼠 不過現在可以考慮到用兩隻滑鼠 這隻滑鼠還滿厲害的 我自己看的是滿喜歡的 這滑鼠它一共有分三個盒子 給大家看一下 三個盒子 裡面的東西我怕掉出來 然後這是滑鼠本體 它旁邊這兩個側邊阿 這個是可以直接用磁鐵吸上去的 而且吸上去就算了 它還提供你不一樣的側邊的樣式 去依照不同人握滑鼠的習慣 可能有的人是手掌阿 或整個包住 有的人可能是拱起來 每個人握的方法不一樣 它甚至上面這塊蓋子阿 它也可以做替換 而且這個替換滿方便 就可以直接黏上去 也不是黏上去阿 它其實是有點卡榫加磁鐵 所以其實用起來還滿方便 而且我原本的那隻滑鼠阿 因為它有一些很奇怪的縫隙 然後你知道滑鼠握久了之後阿 你會有那個手勾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要拿牙籤去把那個手勾 不是每天阿 每個禮拜 去把那個手勾清下來 這隻滑鼠看起來比較不會卡手勾 然後這隻滑鼠有八個按鍵 就左鍵、右鍵、滾輪一個按鍵 下面又一個按鍵 左邊側鍵有兩個 右邊側鍵也有兩個 不論你是左撇子、右撇子都可以用 同時這隻滑鼠還可以有線跟無線都能用 它還有一個更厲害 我覺得很貼心的地方 它把這個正板打開 打開之後它裡面有一個小凹槽 它這個就是讓你放USB的 我覺得這個超貼心耶 它可以把這個USB直接放在裡面 所以你在外出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這些東西會不見 我覺得跟鍵盤那個可以收納按鈕是一樣的概念 我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然後除了這以外 它的裡面還有附身一個小袋子 這個小袋子可以讓你把滑鼠可以四處帶著走 這也是給常用筆電外出的人 一個蠻方便的小設計 而且這個摸起來還蠻有質感的耶 好啦!這次超簡單的 微開箱就到這邊 基本上這算是一個廢片 不過如果拿到多的產品 我都會拿出來送 那詳細如果有的話 我會把抽獎資訊貼在粉絲團 可能會再送給YouTube觀眾 或送給Twitch觀眾 都有可能 好啦!超級不專業的微開箱就到這邊 記得去粉絲團按個like 這樣子有抽獎你才會知道 好啦!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攻略、介紹、評論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接受通知 有記得的話可以來Twitch看一下我的實況 我是萊斯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